当时他曾经还是比较慌张的 还在很急切地需要立马把那个护照办理出来 这个小伙子就叫他小峰吧 当时要求加急办理护照 说是想去外国旅游 民警进一步询问 并表示要做进一步审查才能受理 小峰直接离开了 看了一下他的一个受理单的申请情况 然后他上面填写了一个 他的那个紧急联系人 其实是他那个父亲 然后我第一时间也是打电话给他父亲 核实相关情况 经核实小峰目前并不具备 前往外国旅游的经济条件 随后朱周华打去了电话 了解到小峰找了份工作要去东南亚 网上不是在网上面交的名字号 通知是说月薪是一万 然后是按集成的 你如果 没有呢 你听我讲 他们是包机票 你说那个post就是片 那不知道你新闻有没有在看 他们现在这些人通过国内一些人 发布一些什么高薪招聘的一些广告 把一些国内的一些青年拉拢过去 逼他去从事一些诈骗 赌博这种犯罪活动 小峰说 这份海外高薪工作 他只经过简单的视频交流 就顺利通过了面试 在中国还是相对比较稳定的 你的人身安全是得到保障的 你去国外之后 没人保障你的 知道吧 这个不是儿戏的 所以我跟你讲那么多 我希望我讲到你能进进去 这个确确实实是为你好的 有什么问题可以跟我联系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劝说 小峰终于有所醒悟 朱周华又主动添加了小峰的微信 让他有什么问题 可以随时联系自己 小峰终于有什么问题